今天,赵露斯的新自拍照以娱乐新闻为特色,获得了47万8千个赞,他清澈地皮肤惊艳了网络社区。 除此之外,吴磊还对植物世界中赤薄骑马的形象印象深刻。 敬请关注详情。 在一次引人注目的人气展示中,娱乐圈的明星赵露斯再次通过微博上发布的一张自拍照俘获了网民的心。 这张照片获得了超过43万个赞,成为了他不可否认的魅力和美丽的证明。 这张特写照揭示了赵露斯完美无瑕的皮肤和受到赞扬的外貌,引发了网上广泛的赞赏。 但这股病毒式的热潮背后是什么呢? 在这段视频中,我们深入探讨了赵露斯自拍照的魅力,他实现完美肌肤的旅程,以及他对粉丝和娱乐业的影响。 赵露斯最近的微博帖子不仅仅是一张自拍,他展示了他的自然美,没有借助美颜相机滤镜的帮助。 网民声称他的外貌如此惊艳,以至于不需要任何数字化美化。 这引发了对他的护肤程序和生活方式选择的极大兴趣,这些选择有助于他维持光彩照人的肤色。 这张照片,一张在直接相机灯光下的坦率捕捉,不仅突出了他无暇的皮肤,还展示了他的自信和真诚,这些品质使他受到无数粉丝的喜爱。 对赵露斯的迷恋超越了他的外貌,他的演技技巧和对行业的贡献也获得了高度评价。 他即将播出的电视剧《珍珠莲》备受期待,粉丝们渴望再次见证他的卓越才能。 这张最近的自拍不仅激发了对他新项目的兴奋,还凸显了他在社交媒体上的人气。 但是,为什么一张自拍照这么重要呢? 对于赵露斯来说,这是他个人和职业旅程的反应。 在一个外貌和公众形象受到严格审查的行业中,保持完美的外观是他奉献和努力的证明。 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有坚持和对他的手艺及个人护理的承诺的故事,这与他的观众产生了共鸣。 这一现象提出了一个更广泛的问题,个人品牌在娱乐行业中的影响。 赵露斯的自拍成功故事Exemplifies了真实的自我呈现,如何增强一个名人的吸引力。 他通过一个简单却强有力的图像,与观众建立联系的能力展示了保持真实在线存在的重要性。 这是一种不仅让名人受到粉丝的喜爱,而且促进了超越表面的更深层次连接的策略。 植物世界中赤博骑马的吴磊 在最近电影《草木世界》的宣传活动中,演员吴磊通过展示自己的野性一面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饰演幕连角色的吴磊以其大胆的行为引发了热议,包括裸露身体骑马和在荒野中骑自行车。 电影剧组发布的照片展示了吴磊沉浸在自然中,展现了他角色的野性精神。 在电影的一次直播宣传活动中,扮演这一角色的吴磊谈到了他最初对这种非传统宣传拍摄的担忧。 他坦言担心自己裸露身体骑车会对他的城市形象产生影响。 然而,在与导演的讨论以及每天早上早起拍摄场景,尤其是骑马的场景后,他最终摒弃了顾虑。 这次宣传活动不仅因其非传统手法而引发了热议,还因其为幕连角色带来的真实感而备受赞扬。 吴磊愿意沉浸在角色中,拥抱荒野的粗犷,这受到了粉丝和评论家的一致好评。 《草木世界》承诺将是一场视觉盛宴,为观众提供一次进入自然深处的旅程。 该片探索了冒险、自我发现以及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和谐。 通过吴磊对幕连角色的引人入胜的演绎,观众可以期待一次超越传统叙事边界的身临其境的体验。 决定采用如此大胆的宣传策略凸显了该片对真实性和创造性的承诺。 通过展示吴磊与自然的无拘无束的联系,这次宣传活动不仅吸引了眼球,而且强化了电影的核心主题。 随着《草木世界》的发布日期临近,吴磊对幕连角色的勇敢演绎继续吸引着观众,证明有时为了找到自我,人必须冒险进入未知的荒野。 包贝尔感谢包文静,事业上的重要鼓励。 4月1日在北京举行的电影反派活动不仅仅是一场普通的电影放映会,踏实才华,欣赏和同仁精神的交汇。 行业内部人士和热情的电影爱好者的共同出席,营造了一个适合庆祝和反思电影体验的氛围。 然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包贝尔对同事包文静表达的由衷感激,以及资深演员王宝强随后的赞扬。 包贝尔对包文静持续鼓励的感激之情证明了在任何创意努力中支持和鼓励的重要性。 这凸显了同事和亲人在艺术家之旅中扮演的常常不为人知的角色。 在每个成功的个体背后,总会有那些提供坚定支持的人,他们提供必要的动力, 让人们能够在挑战和不确定性中坚持不懈。 包贝尔对包文静影响的承认不仅充分显示了他对他职业生涯的影响, 也凸显了创意社区内相互支持的重要性。 此外,包贝尔关于他的努力为家人带来更好生活的言论为他的专业追求增添了一层个人动力。 他使追求艺术卓越化为人性化,提醒我们对于许多艺术家来说, 他们的工作不仅是自我表达的手段,也是为了养活自己的家人。 这种情感与观众深深共鸣,因为它反映了通过努力和奉献为自己和家人创造更美好生活的普遍愿望。 著名演员王宝强的道场进一步提升了活动的水平, 为活动带来了行业内部的认可和认可。 王对包贝尔在反派中的表现得充分赞扬,充分说明了该电影的质量和其演员的才华。 王的评论不仅验证了包贝尔的努力, 也为像包贝尔这样的年轻演员提供了宝贵的鼓励和指导。 他对包贝尔真诚和表演深度的认可强调了在表演中真实性和情感深度的重要性, 这些品质往往难以达到,但对于吸引观众来说却是必不可少的。 此外,王对整个演员阵容出色表现的肯定凸显了电影制作的合作性质。 他强调了演员之间协同和化学效应在屏幕上生动地展现故事的重要性。 通过这样做,王强调了电影行业成功不仅仅是个体才能的结果, 还是一个专注团队的集体努力。 此外,像王宝强这样的名人嘉宾的出席位活动, 增添了兴奋和声望的元素,吸引了媒体和观众的关注。 他们的参与不仅为电影带来了关注, 还为鲍贝尔等新兴人才提供了宝贵的支持和认可。 对于年轻的演员和电影制作者来说, 得到业内知名人士的认可可以成为事业的转折点, 打开心的机会,并提高他们在行业中的知名度。 像The Villain这样的独特观影活动是电影旅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不仅标志着数月甚至数年努力工作的结晶, 也标志着他开始进入观众的心灵。 他们为电影制作者提供了庆祝他们成就的平台, 接受观众的反馈,并为电影的发布建立动力。 此外,他们为业内专业人士提供了一个相互联系, 合作和激励的机会,培养了一个充满活力和动态的创意社区。 总之,围绕在北京举办的The Villain观影活动不仅展示了电影优秀的一面, 还是对电影行业内合作,社区和相互支持力量的庆祝。 从鲍贝尔对同事的真挚感谢,到王宝强对他表演的赞誉, 该活动强调了在追求艺术卓越的过程中导师至有情和毅力的重要性。 随着观众继续涌向影院体验电影的魔力, 这样的活动成为了对幕后人员的人性故事和艺术对我们生活深刻影响的提醒。